噢~~好乾淨喔~~ 嗨我是OPHRA 今天呢就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忙碌的日子 然後昨天因為腦袋有點當機 所以想說休息一天 昨天沒有上影片 然後你們有沒有發現我今天那個 雅樣子有噴右邊 因為我最近呢在做一個 實驗就是我的 呃有兩種保養品我都只擦我的左半邊臉 我要排七到十天的實驗 我要來看它到底對我的臉可以造成什麼樣的 好的影響或不好的影響這樣子 很期待 然後我現在就是要畫一個非常快速的妝 因為我真的疑似有點來不及 我等一下要去benefit show那個眉毛 然後我會跟你們分享 我真的非常非常期待 我很少會有這麼期待一件事情 但是我真的超級無敵的期待 我真的好想要趕快處理我的眉毛 但其實又有點怕會痛 應該不會吧 我怎麼能忍痛 然後 我前兩天不是上了皮秒影片嗎 很多人一直在問我說 那個 皮秒的疼痛感 我跟你們說我是真的不覺得痛啊 我是真的覺得天哪 piece of cake 我真的不痛到 我就覺得 what's this 的那種感覺你們知道嗎 我是真的不覺得痛 我是真心的不覺得它痛 我是真心的不覺得它痛 你們應該看得出來我不是在開玩笑的 我是真心的整個放射到 開始大跟合一聲聊天 最近1028季給我這一系列 這一系列我之前就跟你們推薦過 我非常非常喜歡 然後我最愛的是 用綠色這一關 因為它可以修飾泛紅 然後我覺得它的控油效果也還OK 這樣在妝前用也不會脫妝 然後我們這次有一個新的 叫做Perfect Oil Control UV Primer 然後它的SPF有50喔 然後我說OK我來用用看好了 這個盒子長得蠻可愛的 就是一個很漂亮的那個黃色 然後它是有顏色的欸 它是有顏色的潤色 喔 好水潤喔 喔 水潤到一個不行欸 跟你想像中的 呃 高防曬的那種 防曬或是 呃 妝前絕對是不一樣的 哇超舒服欸 沒有負擔的感覺 非常的好推開 用手就可以 但如果你要用Beauty Blender 就OK 我會好好來試用它 因為我覺得SPF有50 又有一些潤色效果的東西 是非常多人愛 就像我之前推薦那個 ZA的美白霜 我自己是覺得它真的是 超級無敵適合你 就是上底妝想要非常快速的那種人 像我也很常看到Meg在用它 Meg之前我就有看到她說 那個是她大學還什麼 就有在用的東西 我後來是真的覺得 它是一個超級無敵適合 輕彩妝的人 但是重彩妝的也完全OK 因為我就是很常在我的底妝前面上它 也是沒有問題 然後我今天要用粉底液 一樣是植村秀這個無極線 不知道把它上在妝前 會不會有什麼不一樣的狀況 我們來試試看 然後我今天要用的刷子 是植村秀之前花瓣肌 呃 那一系列買的那個粉底刷 這個呢 這個粉底刷呢 跟花瓣肌的那個粉底液 我都是在日本東京買的 衣室單擺貨買的 因為我那時候在台灣買的時候呢 這個刷子缺貨了 所以我剛好要去日本玩的時候 就還沒跟我男朋友在一起的時候 在搞曖昧的時候 然後後來我去日本 看到我就立刻買 我跟你說為什麼我那時候 要去日本買這個粉底液 是因為 我那時候去日本啊 真的是不知道在想什麼 我那時候在日本整理行李的時候 我唯一帶的一罐粉底液是什麼 你們知道嗎 是Mark Jacobs的那一罐喔 Remarkable Remarkable是 就是世俗上面的 乾到一個不行的粉底液 跟極遮瑕的粉底液 然後那一罐我把它帶去日本 我真的是不怕死捏 我整個人就是 擺明了想讓自己 當萬聖節裡面的烏龜 因為我真的才畫大概 10分鐘吧 然後從我們那個時候的Airbnb 走去 10分鐘後的路程的衣室單 不只10分鐘大概20分鐘吧 的衣室單 我一照鏡子 烏龜就在我臉上好不好 三支 OK三支 然後想說Oh my god 怎麼會這麼浮誇 後來就發現 因為日本真的太乾了 那一罐 那個Mark Jacobs 在日本根本 在我臉上是不成立的 我不確定它在你們臉上 可不可以成立 但是基本上它在我臉上 是完全不成立的 給你們看一下 我覺得這一罐粉底液我超喜歡 欸為什麼我鼻子脫皮啊 可能是因為我今天早上 一直狂做夢夢到我殺人吧 欸我今天一直不斷的做夢夢到我必須要殺非常多人 我才可以逃出去 我想說到底我為什麼人生這麼苦 每次做夢都要做夢到這麼恐怖的事情 好然後因為我今天有一點眼袋 所以我稍微用一下那個黑眼圈擦擦皮 稍微定一下 也不會點太多啊 就是一滴滴而已 那我今天要跑太多地方 所以我妝可能要 嗯 隨時的去補一下 但也不會補太多 好然後我要上一下蜜粉 蜜粉的話呢 我就要用那個 Excel的蜜粉 Excel的蜜粉呢 我是真的還蠻愛的 就是用久了以後就覺得 欸好像不錯喔這樣子 不差不差 然後粉質也OK 那當然你要跟那種 專櫃的比是 也沒辦法比啦 因為如果你看就是 我之前專櫃是買蘇庫嘛 粉質非常非常非常的細 喔然後我要說 我的Excel啊 我的Excel是買那個 完全霧面的那個蜜粉 它有分霧面的跟亮面 像我那天就看到 Sara她的影片 她的新品影片 她是用有亮粉的Excel 的那個 嗯 蜜粉 接下來我就沒有要跟你們分享啦 就眼妝的部分 我就是用這個 Excel的眼影盤畫一畫以後 然後等一下再跟你們說 我整體畫下來妝感怎樣 因為我大概還有20分鐘 就必須要出門 反正今天就是會帶你們去各個地方 就是be ready ok 出門了 欸給你們看一下這個睫毛膏 是咖啡色的超美的 我終於要去弄我的眉毛了 我覺得可以超開心的 然後頭髮有點亂 等一下再弄 天哪我現在居然在做Opera的側夜 嗨 我剛剛自以為的去載了Danny 說啊這樣子好快 我們可以好快的去蜜蜜 你很近的對不對 OK 才3分鐘的路程我繞了20分鐘 因為你們也知道中校東路上面就是 一路都是單行道 然後我一路單到 幾乎就是已經快要到 過了中校的新生了 我真的 大悲情 強烈支持Uber好不好 Uber加油 先給你們看我現在的眉毛 慘不能堵眉毛 我已經特別留了兩個禮拜了喔 我要拯救我的眉毛了 那妳這樣扯的時候我腳是不是要打開 讓 我用很打開啦 就是 要打開就可以了 就是 不是我講說它這樣會不會卡到嗎 好期待喔 第一次蜜蜜的 然後我今天 眉毛真的是有一點亂化 想說反正來這邊應該就是要卸掉 我想說等一下會卸眉毛嗎 對 反正我等一下就是要卸掉 那 因為妳幾次休門 那幫我確認一下 一週內有沒有用A酸 果汁 西蘭酸 多多樣 好 都沒有 然後一個月那有沒有打過 也不是有打過這一次喔 可是是1月28的事 嗯啊 真的有在看我影片咧 傻眼 你覺得我睫毛長嗎 我一直問你要不相關我 或是要夾這個頭髮是好看的嗎 好看好看 今天來 沒有很痛嗎 就是 沒有筋痛痛 當然沒有筋痛痛 這差太多了 是皮肉痛耶 或者是根管治療更痛 當然 OK 那我再想一個 幾粉刺 沒有幾粉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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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眼淚會流出來 流出來 好痛 你看他的線 眼淚真的不敢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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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那個線 有嗎 有線嗎 有 有看到了 有看到了 有看到乾淨的線 有看到了我的眼淚嗎 哈哈哈哈哈哈 哦好乾淨哦 哦 欸超級無敵乾淨耶 哇 還喜歡哦 紅紅的 沒關係 因為他說他等一下會幫我用 蘆薈符 對不對 好乾淨哦 哇塞 很乾淨耶 也一直沒有別的話講 只能講說真的很乾淨耶 越來越乾淨嘍 有人畫眉毛真的好爽 他剛才問我要不要自己試試看 我說不要 哈哈哈哈 他也不是很想要畫眉毛 我難得有人幫我畫我當然要給你畫 哈哈哈哈哈哈 弄好了 好請問你剛剛用什麼幫我畫 這個就是這系我的眉筆 然後他的話呢 是業界最細的筆頭 欸我一開始 我不是跟你們說我喜歡寬筆心嗎 可是他今天幫我用這個 我也自己試了一下 非常好上手 然後你可以畫你想要的眉峰 比較銳利的眉峰 然後你可以拉你比較細緻的眉尾 然後之後我再用 我眉眉膏 然後幫他刷最後一道 因為他裡面有微粒纖維 然後可以讓他的眉毛 看起來比較豐盈 所以我最後一道就是幫他刷上這個 因為他剛剛連 就是我整個眉毛是素的 先幫我用這個 我的眉毛就立刻有一個基礎的型耶 所以如果你是懶人的話 這個超級無敵事 如果你是上班族懶人 你就是可以用這個 然後你直接壓著你的皮膚刷 就會有很自然的話 就如果你激進要遲到 又要去買玉米蛋餅的話 就刷這個就可以出門 但如果你今天沒有要買玉米蛋餅 你就可以先用這個 然後再用這個 這樣就可以有兩個 不錯 就可以有比較俐落完整的眉型喔 我現在眉毛就是非常的乾淨 大家要不要趕快來中校復興找無慮呢 這兩天一直不斷的吃摩斯 我今天又吃了這個 就是用菜包的鮮蝦寶 至少感覺健康一點點 等一下吃完就要去03E了 其實也蠻期待的 我從來沒有在美容展逛過03E 耶 我成功來到美容展 我停車停在超遠的地方 走了20分鐘吧 雅雅來了 嗨 大家好 我們今天來了這個 03E 把他拔下來 而且我剛剛默默的就買了 眼線膠筆 又買了眼影刷 欸 我剛剛那個是 眼線刷 斜角眼線刷 可以專業 壓壓根本就03E業務 他連價格都記得這樣 欸 很漂亮耶 大家可以有空來玩一下 玩一下 燈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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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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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花紋 我要怎麼熟 換你看我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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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白米扒 你看有mbolwol 誠 嗨 歡迎大家來林讞一晚Oh 現在是晚上十時itä 我才剛毯接一擊退納完 整個手都麻掉了 然後緊張而已 然後那個醫生就說明天還要來喔 明天沒有辦法來 因為明天就要去泰宗辦家了 所以呢就是今天的vlog疑似有點上不了 因為我回到家應該是一點多 然後我跟我男友都還沒有吃飯這樣 所以就是如果有上的話就是有上 如果沒有上的話就是沒有上 我在講廢話嗎 對啊 好啦下次見拜拜